我们看一下数甲101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微积分的问题 那有极限 那有微分 有积分的概念 第一小题呢 它现在是把F5带一个整数进来 那我们就看这个数列 那这个数列呢 分数型的数列有极限 那就表示说怎样呢 上下 N很大的时候有极限 表示上下的这个次方要一样 所以FN呢 其实它是一个怎样 它是一个四次四 而且呢 极限值就是系数比 所以它是什么FN 其实是5N四次 再加点点点 所以这边次数就是四 最高四项是五 好那第二个 第二个再看 F5这个东西呢 也有极限 你现在把 好那一样就是说 你带0的时候这是0 所以这边有极限呢 表示其实怎样 一定是0分之0的这才可以 所以我们也知道 F0一定要等于0 所以不然的话 这个事案会跑到无限大 好那这 从这边呢 我们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东西 F0是0嘛 所以其实这个四次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想成是说 Fx减掉F0 然后x减0 那这个概念呢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叫做微分 就是微分的定义 而且是在原点的微分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怎样呢 它跟什么 x跟0很靠近这两点构成的什么 切线斜率 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知道F0会是3 好那0的结也知道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第二小题的这个切线方程式 就是Y会等于斜率乘上这个x 它现在通过0再加上0 其实这条就等于是Y等于3x 第二个 好那第三小题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怎样呢 F0是3 然后呢 我们现在想要把F写出来 我们知道原本的Fx是 现在是5x4次 对 然后加上那个 就是叫做A3的x3 再加上A2的x2 好然后在 因为带领的时候是3 所以我们就知道 微分带领是3 所以这里会是3x 然后在常数项是0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Fx长这样子 好那接着呢 这个跟我们说什么 二次微分带领会是2 好那你这个东西 微两次之后呢 其实会变成是 这个这里往前搬 就会得到 4再往前搬 就变60的x2 然后这微两次就变成 6A3的x 再加上2A2 好那带领之后呢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其实知道 带领之后这个就不见了 这就不见 所以A2呢 A2是1哦 A2是1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 这个A2呢 会是1 好那我们现在要 对这个整个式子做积分 好那你看哦 这里的范围要注意 它是负1到1 负1到1 如果你今天对这个 基数部分 基数次的部分 其实基起来呢 基函数项 基起来都会是0 好所以真正呢 这个的积分 fx的积分 其实只会剩下 怎样 只会剩下这个 偶函数项 就是说 会等于 两倍的0到1 然后5x4加上x平 因为基函数的部分 那个会抵消 那偶函数部分 两边一样 所以就会变成乘2 好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再把它稍微算一下 所以这基完就变成 x的5次方 再加上3分之x的3 好那这时候 10再带进来 再乘2 那就得到的是 1带进来就变成是 1加上3分之1 好就变成3分之4 再乘2 答案是3分之8 好3分之8 好所以这题 其实设计上还不错 那我觉得它考了 很多积分的一个 微分积分的一个 基本概念 例如说极限 什么时候有极限 对那 如果两个相处为0 那就是 一开始这个是0 这个就是微分的概念 好另外 这边又考到 基函数跟偶函数 我觉得这题设计上 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一题 那个考到很多 综合的概念